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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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到老公,这个劲儿。 OK。 好,到脚后。 起手起脚,踏着旅方被动,起手起脚。 不要脉腿放下落,能落到多远就落到多远。 不要往后盖,不要往后脉,脉腿有穿的劲儿了。 在这儿导众,分手,分掌,分,转腰转化。 好,往一块儿合,合的时候,再合。 开始开的时候,再分架。 好,双方方耳。 双方方耳的动作一定要沉下来。 看出来那个顶牛的那个牛肌的劲儿,是后腿往上的劲儿。 是挤出的劲儿,后腿蹬起来的这个劲儿。 是牛在顶牛的那个牛劲儿。 不是两胳膊往一块儿换。 要是一个胳膊抡,它能够有腰力。 这边胳膊也可以有腰力。 对吧? 你要两个手同时,你是往左转,你是往右转。 左也不转,右也不转,那就光胳膊劲儿。 那就不对,不符合太极拳的权美权法。 太极拳,腰带四肢。 你一定要想,我怎么用上腰。 那你这个动不上腰怎么办? 那你把前套用上。 看个牛,双方贯门。 这个劲儿,你看那个顶牛,牛肌就劲儿了吗? 这两个就是牛肌。 一落起来,这两个顶,一定是顶,这个才能裂上力道。 这个劲儿才能顶上劲儿。 所以说,顶牛这个劲儿,就是双方贯耳这个劲儿。 这个劲儿才能力达全眼。 你知道,这样,这样是空的。 这样,双方贯耳,这是空的。 这样才是有力量。 一定要推一圈面出内力。 这才能有力量。 好,慢慢松手。 保重。 扣脚合。 扣脚一块合的时候,才能往一块合。 不要着急。 慢。 收手收脚。 好,起。 蹬。 。 落下。 站直了。 好,不着急。 铺腿。 铺腿。 起。 啊,起一定是钻的感觉。 钻起来。 好。 好。 洗手。 起来。 说这个,双方贯耳,左右凳脚。 凳脚白脸的下肢的动作。 这下肢的动作呢,你给讲一下。 初步呢,突下去的时候,所有的太极拳,都是。 刚才说的太极拳,对什么叫太极拳? 太极呢,不是慢。 有的理解就是慢一个太极拳不是。 太极拳呢,一阴一阳,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它有进,一定有退。 有进的是,有退的一。 有下的是在这儿了,一定要有上的一。 也就是说,随时变化,随时都可以。 就是阴阳合一,合二为一。 进退在一起,相合的。 这么一个展开。 我做一下啊,这程度。 好,这么开始。 好,步步下肢。 下肢呢,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好。 不要过于的大。 当你过于的大的时候,你起不来的时候, 后面一定是蹬的。 你这后面一蹬就出现惯性了。 所有的拳,不允许往上蹬出惯性来。 你要是没有这么大的力度, 试着很小。 这个动作做标准了, 那个气血型就达到了。 好,就指这个。 这个要求。 往下来。 好,往前。 这一下的时候,一定要有蓄力的劲儿,要有上顶的意。 这要往上顶的时候,你还有沉的劲儿。 好,这个劲儿起,钻,钻,起,往上起了。 还有跨是沉的劲儿。 好,慢慢起来,不着急。 在这儿呢,把后脚摆过来。 再用腰不转,带着脚。 顺着这个转劲儿,把后脚用跨,把这膝盖给带起来了。 慢慢慢慢慢慢的起来了。 OK,这是点事。 在做这个条,左右是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下的时候一定要有上的意。 这是这个动作的要求。 左右下试完了,是接玉女穿梭。 玉女穿梭这个动作呢,说是好打, 也得感觉里头腰转的动作。 必须是腰感觉的对方,听的对方在走动。 这个就是接玉女穿梭。 咱给我打一下这个动作。 这边下试到这边起来。 这边起来。 这个是肌肌独立。 好,肌肌独立呢,腿不要稳直咯。 还是话,内夹权力稳直就没有贪心了。 一定要须,须领化。 头要顶,胯要做。 这腿呢,随时在这儿。 随时准备。 随时的出腿。 随时的变。 左右变都能变。 所以说这就是太极拳。 有这个是,一定是虚灵。 不知道往前走。 下一个动作呢,接着这个, 接着这个玉女穿梭。 把腿放下。 不要往前迈。 往前迈,这腿就得蹬。 所以说,就是随意放到什么地方, 沉到什么地方就可以。 这个动作的要命。 不要往前蹿。 好。 好。 慢慢沉。 沉下来,把腿放下。 说是个抱球的动作。 实际上这一阵, 对方已经接触上了。 接触上对方的感觉。 往里头引进,引进,引进。 好,沉。 它要退。 慢慢慢慢随着它进。 这胳膊随进去。 随着它走。 把这手画开。 这个肋的部位就给你了。 慢慢慢慢。 画到它的同时, 就把手送进去了。 OK。 就是这个定时。 下面呢, 这个定时完了。 接下一个。 接下一个。 这个手呢, 在太阳穴旁边。 不要太大了。 太大了就空了。 就在这个位置够了。 正好这个劲儿。 这个劲儿转换过来。 左右的二正立。 这个手转的同时, 站着对方的同时, 转到这个手上来。 立大掌根。 就这个地方。 记住这个地方。 好。 完了之后, 白脚。 公腿。 抱球。 左右脚是一样的。 伸腿。 脉腿。 好。 沉。 沉下来。 听着对方。 好。 再挑。 好。 这位定时了。 OK。 把这掌根一定得送出去。 好。 好。 八卦掌的这个动作是一条画。 也好。 八卦掌的特点是往里钻。 是主动的。 跟抬极拳不一样。 抬极拳是沾对方走画。 八卦掌是主动的钻。 钻进去贴定了身体。 一抬腰给人自己就出去。 不用你打了。 你那试道的话就都吃出去了。 这个抬极拳呢。 就是慢慢慢慢的走画。 沾一边连随。 好。 好。 一定把动作做到位。 还是最后的动作。 你得看出来就说。 咱说那个剑。 推那个墙的动作。 从你的足根。 源于足根。 纵之一七。 主宰于腰。 通一间大一壁。 行一生之。 最后这个劲儿是完全。 你看这个劲儿是通大的。 这个气血就正了。 这个这个。 往前。 好。 上半步。 往后。 沉。 起。 起。 从耳旁。 好。 把须部装站好。 往下。 插掌。 养之则泥高。 辅之则泥低。 往下引。 他空他。 引。 引到这儿的时候。 当你虚的时候把他引空了。 这一阵。 指尖。 指尖。 一定是食指尖啊。 食指尖朝一。 往上起。 引。 他领着起来。 起来。 起来。 对方进。 往外画。 这手就是说把手帮搭着的。 画的同时。 这手呢就出来了。 猫着对方的胳膊一直捋到他的腋下。 起。 起。 捋到腋下。 好。 这俩是平补的。 往前进。 好。 这是这个扇通背的定式。 扇。 应该说它写的是一个扇子的扇。 扇通背。 扇呢, 你想咱那折扇是两个同时。 就是。 合并的合骨。 那扇骨合铃打开。 哗。 就打开了。 这个动作真是这个形状。 下去起来。 起来完了之后。 这是往外履。 这是踩的动作。 踩的同时。 这手偷偷的。 猫上对方的肘。 割了。 猫上对方的腋下。 这手搭着手。 这手猫着对方的腋下。 这人就这么站着。 啊。 他往后退的时候。 顺着他的退劲就给他了。 所以说这有一个扇的动作。 有一个开的动作。 这个动作叫闪通背。 这么过来。 好吧。 好。 出去。 好。 咱们把闪通背后腿接下来。 闪通背后腿接下来。 转身搬拦锤。 如奉死地。 完了收拾。 好吧。 咱就接一个从这边打吧。 这边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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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刚才说的。 闪通背起来。 两边拿好喽。 往外放。 蹬上腿。 这个劲儿也是蹬上腿。 一定到踪上脚的劲儿。 好。 倒重。 扣脚。 合。 合。 转腰。 摆腿。 这胳膊是空劲儿。 好。 扶着对方。 好。 进来。 刚才说了。 这手扶着对方的肘。 他肘进来的同时。 你把这拳偷偷地给他放在里面。 偷着进去。 好。 不。 都知人。 这阵出来。 冲着插掌。 换手势。 插掌不要往后退。 这阵不能退。 这阵打的时候。 你插掌的时候退是被动的。 没准备好。 时刻准备着抬极拳的要点。 打的时候分掌了。 这阵是防守的动作。 防守的动作。 把腿里的叙实。 分开。 等着对方进。 你在这儿。 扬阵以待了。 才让他进攻。 这阵是心有成熟的。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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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劲儿了。 一空。 好。 合即出。 慢慢慢慢慢慢合。 合到这位置。 最后还是跟彭丽杰恩的恩神一样。 这个劲儿是力打掌根。 这个劲儿是空的动作。 下面呢。 咱讲一下搬拦锤。 搬拦锤有的老师们打呢。 都是转身。 就是这么打。 搬。 上步。 拦。 弓腿。 打。 这个呢。 还是初学者可以这么讲。 好有意识。 要没有意识你怎么练呢。 所以说。 搬就是搬。 蓝就是蓝。 锤就是锤。 要是单列这么讲的话呢。 这就是少林拳。 就不是太极拳。 太极拳呢。 是打人不对。 什么叫打人不对? 主动的打人出击。 这是不对的。 太极拳不允许打人。 四两拓前进。 他没有力量。 以无力胜有力。 他研究的是技法。 研究的是这个功力。 这个寸致的力道。 用四两破千斤的力道。 他不是少林拳。 不是拳击。 练力量练肌肉。 所以说呢。 你初学这么教委。 当然可以理解。 可以好打。 应该这个动作呢。 我个人理解。 这个扳弯锤是一个空的动作。 怎么说呢。 在太极拳还是印章合一。 在防守的同时就是进攻。 他的进攻就是在空对方。 引进落空。 一定要想。 引进把对方打的力量打到这来。 打到他没劲的时候。 他失重的时候。 你这一转腰。 他就空了。 空自己就出去。 他要一出去。 你不用给他劲。 你想想。 他下坡往下走。 他空了。 他失重了。 到这这儿。 你拍他肩一下。 你拍他腰一下。 你不管他。 他都翻了。 你再拍他。 他正跑得厉害。 得给他加点力。 他不就更快。 快上加快。 翻得更厉害。 所以说这是一个空的动作。 搬。 刚才说了。 和。 和。 和这阵已经接触了对方了。 对方要打你。 对方进进进进进进。 进到你身边了。 到这来的时候。 一转腰。 这个地方是猫着他的肘。 你肘是被他猫着。 这是手被他猫着。 这是一空。 这个就是。 哗打同时。 他一进来。 你一哗。 他对方就失重了。 一失重了。 这稍微给你。 就等着出去。 试试。 会推手的。 研究推手的。 两个人玩的时候。 打拳的时候。 试试去搬弹锤。 就这么到这来。 就这么一转腰。 就一转腰。 就一转腰。 记住了。 一转腰。 你这太极球。 你这为什么变丹田呢? 这个丹田一转。 你这个腰带四肢。 他自己就滑鼠过去。 自己蹭的出去了。 这是你不帮忙。 他都出去。 可是呢。 排着这个太极拳设计呢。 不是他出去。 他出去呢。 怎么玩后头啊。 就是说。 他一出去。 他没出去。 他那肘要进来。 这时候赶紧护着你的前。 护着中门。 护着中门。 抹着对方的肋。 抹着对方的手。 肘。 他还在进。 他还在进。 你就让他进。 让他进。 他进的同时。 你这腿也在进。 这个手呢。 这手抹着他的肘。 他肘。 握心肘。 你这手进你的前胸。 那好了。 你猫着让他进。 这是打不着你了。 他打不着你。 同时这手你搁在泪里头。 软肋。 左膀胱右官员。 打上不死也老残。 这是行李拳的口诀。 这一拳要搁上。 可是太极拳的不达人。 是文明的。 到这儿来。 走。搁上。 偷偷的搁上。 他知道你搁上他了。 他自己就变了。 他又危险了。 他就不动了。 所以说这一拳是偷偷的进。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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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太极拳呢。 刚才说是个文明的拳。 太极拳特别有意思。 他不是练力量。 练压力。 练脊重。 练那个肌肉块。 怎么上去打累。 不是。 太极拳是信仰自己。 修心养性。 自己在这儿。 你想想他自己在这儿。 跟对方。 假设一个对方。 在老手戏丸童。 他就感觉到你那个技能是非常好。 他就跟你在玩耍。 啊。 空。 弯了进以后。 你要进走。 他堵住了。 防守。 让你进。 还让你进。 你进的同时你认为。 在打我。 我的这个手就给你搁到那个条顶下了。 搁这儿。 我们也把他送出去。 倒不是给打人把他接着送出去。 后脚跟传道前的掌面。 送出去以后。 在这儿开始。 分掌。 好。 穿掌。 穿过来。 分开。 分开完了以后。 做好思想准备了。 这一阵。 引迪。 进。 进你的这个包围圈。 才让他进来。 你都做好思想准备了。 你准备好了。 你时刻准备了。 那他再进来吧。 你把他放进来。 让他进。 这是放进来。 是你有意识的放得进来。 不是被动的。 是有意识的。 到这儿他再进再进没劲儿了。 他一失踪。 你就一空他。 OK。 一空。 顺着两个胳膊回来。 他退的时候, 顺着他一块儿走。 不打。 一定在跟他玩。 一定跟他玩。 OK。 这个动作是如风似壁。 好。 在下面呢。 说这个。 收拾。 狮子手。 这个动作呢。 是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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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如风似壁开始。 好。 倒重。 扣脚扣手。 分。 到这儿是合。 往一块儿合。 合。 不要着急。 把脚放好。 往一块儿插手插脚。 插手插场。 完了之后。 用腰命门把它挤起来。 记住挤起来。 OK。 好。 分。 这个动作呢。 是最后的收拾动作。 这个收拾动作呢。 要凭肌肌的角度来。 就是说的。 全力全法里头。 他这个。 当然是你根据他这个收拾的。 这个动作啊。 这个动作呢。 一合。 这是个合。 这是个开。 这一开的动作呢。 这是一个转腰的动作。 巴巴掌有这么一个动作。 他这个转腰呢。 巴巴掌这样子是转腰的。 以腰为主宰。 就是说。 打人如薅草。 这人你哀上。 这劲儿你失重。 你就一转腰。 这就往外转了。 这个力量。 相当大。 练了这个腰力。 这个。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呢。 孙世太一拳。 孙世太一拳的野马。 孙宗是这样的练。 这个练呢。 就是说。 这个手。 往这儿一来的时候。 这手一踏着对方的腰挂了。 对方退的时候。 一踏腰挂一劲儿。 这人就蹦着脚。 一嫩他。 这个就真跟太皮球一样。 年轻时喜欢玩。 我说。 这里就上了。 一嫩他。 他脚一站不住自己就往上蹦。 所以说。 太极拳呢。 最后这个动作。 刚才说的收拾。 太极拳这个动作呢。 我说是。 抱着人的双臂。 抱住了。 医学把对方就。 就这个。 反观点拿起来。 到最后呢。 太极拳呢。 最后这个动作呢。 太极拳现在呢。 也就是玩。 就是健身。 这个动作呢。 我就把他呢。 教学员的时候呢。 就让他。 心心开阔一些。 万开始收拾。 和。 到这开的时候。 这一阵。 太极拳已经收拾了。 感觉到。 身体完全放松了。 这个拳打完了。 自己感觉。 头顶蓝天。 脚踩大地。 一分手。 这个心胸开阔。 这俩手伸向天边。 把这个能量球聚集到一块。 天人合一。 把天地之能量的。 这个混元器。 跟人体的混元器。 合而为一。 跑到自己的胸贤手下。 这个能量球。 自己来滋养自己。 用自己的基柱。 厚着命门。 这只感觉到命门又发热。 命门顶着这个基柱。 一直。 通过夹挤。 到大锥。 到上面走。 通过肩。 把这手。 顶起来。 手掌也热了。 脚心也热了。 感觉到这个能量滋润了全身。 浑身放松。 暖暖融融。 感觉到这个气息。 一气。 这个气。 这个气还没断。 自己慢慢落。 慢慢落。 跟那个丹天尝试法一样。 把这气归到丹天。 好。 慢慢慢慢让它收到丹天那道。 感觉到周身暖暖融融融。 情绪流长。 身心的合一。 完全放松了。 好。 到这这儿呢。 再来收拾。 OK。 24时就结束了。 好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很仓促。 也没有具体的细致。 要细致的说。 这一个动作。 这一刻的课程就过分了。 所以说这24个动作。 要这么细致的讲。 就这四堂号就讲完。 所以说呢。 粗粗的吧。 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呢。 来分享给大家。 哪有不忠意的地方呢。 有不严谨的地方呢。 请各位老师呢。 各位同道来提出来。 咱大家伙儿孩子这个。 一起研究。 咱共享太极。 来拥抱健康。 好。 谢谢大家。 咱们食座 προ到处理。 咱们延悶。 咱 resid Executive。 明镜。 咱们延悶。 咱们延悶。 今天总体刚才。 欧洲各国各个群的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欧洲一业集团的于家健 现在又到了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传播公益论坛 推出的一周一太极栏目时间了 在开讲之前呢 先分享上来一封贺信 这封贺信是我们中国武术太极全家 李德印老师发来的 好 谢谢大家 上个月传来了太极全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喜讯 这个月我又接到了 欧洲太极文化推广公益论坛 创立一周一太极栏目的消息 老师说 对于第二个喜报 我更兴奋 因为他不是来源于遥远的联合国 而是来自我的亲人 使我心中更充满了祝贺的激情 一周一太极这个栏目的创立者 是欧洲太极气功学院的院长于家健 和英国德印太极权学院的院长李辉 李辉是我的女儿 当然是亲人 于家健是事业有成的著名中医 也是李辉是李家太极权的传承人 他的老师郭富厚 是我少年时代 共同学艺的师兄 1953年 我随爷爷在天津上中学 当时刚刚工作的郭富厚 感染了肺结核 科学不止 悟病在床 他没有钱去医院住院治疗 只好败在我爷爷门下 求助太极权 我爷爷告诉他 一百天之内 你只能练战装 恢复元气 早晚两次不能间断 等到元气恢复 再开始学权 就这样 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我和他早晚相遇 度过了三年 共同学艺的时光 直到我考上大学 离开天津 1958年 郭富厚 代表天津 参加全国武术比赛 获得了太极权银牌 我们在北京再相遇 他一生对太极权 不离不弃 学艺 问道 著书 历说 教权 遇人 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直到 1989年 直到 2019年 他97岁高龄 逝世 我文讯 急忙赶到天津 与他最后 见面 辉瑞 送别 几十年 我视他如同一母通报 对他的学生 于家健 取得的每一点成功 成就 我都看作是亲人的进步 我家四代 从武学医 我爷爷开设武馆 同时整股配药自学中医 我父亲成了海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专职体疗师 气功师 我叔叔是24世简化太极拳的创编者 女儿李辉 是英国德印太极学院和英国健身气功协会的创始人 我深深感到太极拳和中医 同道同源 文武相得一丈 他们是源于中国献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 我衷心祝福 一周一太极这个栏目 不断成长壮大 为弘扬中华文化 提高推广太极健身 造福世界人民 不断做出贡献 传出更多的喜讯 祝他们成功 好 谢谢大家 收到了这封贺信以后 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看到前辈对先跟老师从幼儿时练拳 练到几十年 对老师这种怀念 提到老师的时候 有些港业了 我呢 头一阶段也有这么一个过程 再提到铁窗花 过年了 每逢佳节被私钦的时候 每年过年都回国去过年 去年呢 特殊原因没去了 本来说今年回去 今年因为疫情呢 也回不去了 说到这个时候呢 想起来 想家了 心里头 就酸酸的 后来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今天看到 德印前辈 提到我的老师也有些哽咽了 真是 在一块感情太深了 看到这封贺信以后呢 心里都特别激动 为什么呢 李德印老师 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现在被评为武术九段 九段是武术行业 顶级的段位 也就是说 他被大伙是非常尊重的 太极拳的 老师 太极拳家 他这一生 都没收学生 都没收徒弟 这些个学生 在国际上拿的冠军无数 都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从不论资排辈 他以一个人民大学教师教授的身份 来培育着下一代 培育着学生们 在这个贺信当中呢 提到了我的老师 郭福厚先生 提到了他们在一起练功 直接称呼我为师职 哎呀 他心里头特别特别的激动 也高兴 因为我们练武的这个行当 一旦磕头败师 现在说就叫有门户了 一旦有师承 一定按照师承的规矩 去行事 不是一个师门的 就从不论资排辈 有这么句话 江湖五老少 肩板其为弟兄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跟各个门派 不论资排辈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 拥护 互相的支持 共同研究 所以说这是 也是大家 不定文的规矩 可是 自己门户里头 一定是师承 是非常严谨 非常严密的 非常尊师中道的 说到这儿呢 就多说两句 这个师承的事 有这么句话 叫无师不利 无祖不传 大家伙听上去 这字眼非常熟悉 都理解 没有老师 没有传承 对吧 没有老师教 你怎么能会 老师教完以后 你自己学习 用理论指导实践 徐徐渐进 通过自己学习 不明白的地方 在请教老师 老师在指导 你叫老师吗 受人疑自便为师 刚才说 无师不利 无祖不传 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你非得受过传统教育的人 能理解 无祖不传 就是我们做老师的 要收学生 没有关系 要如果拜师收徒 是有收徒的规矩的 就必须按照传承的规矩来行使 现在呢 说徒弟一般的就不讲就磕头了 都是鞠个宫啊 给老师敬一杯茶呀 就代替那些传统的风俗了 可是必须也有字句 也传统的说叫写铁 就是一种拜师的仪式 拜师对学生有要求 对老师也有要求 不是有个人就能收徒弟 在你收徒弟的时候 一定要跟你的学生 跟你的徒弟 要交对 你的 老师是谁 你的师爷是谁 也就是说 你教徒弟要告诉徒弟 你的老师跟师爷 这是四代人 对吧 学生冠老师很师父 冠老师的师父很师爷 冠老师师父的师父 叫师太 也就叫老祖 也就是说 门户里的规矩 你不够四代人 不够立足 所以说师成的关系 这句话就是说 无师不立 无祖不传 无论任何一个传承 不够四代人的 你就没有权利来收你的徒弟 这是以前这个行业里的规矩 现在就不然了 现在呢 对这个呢 就是说 因为文革期间 这个传统的教育啊 这种 这种 就是断层了 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了 所以说呢 就师成这块就不严格了 所以说造就了 现在有很多很多 很多认为自己聪明的人 把老师学完的东西 你不跟别人说 就说就说是自己的 带个帽子 穿双鞋 给就 给这个事呢 巧巧妙的打扮一下 就说是自己的创造 那 说自己创造 无非就是 想自己出点名 得点力 在名利上 多得一些 可是这个要没有师成是可以的 如果像我们传统的传承有师成的 在门户里头 叫弃势灭祖 是被同行人最为唾涕的事情 是要被老师驱逐出门户的 也就是说 做这种弃势灭祖的事情 是所有同行人看不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行道里 大伙对你就不尊重了 以后你无论的多大多多多大的造诣 你有这个点了 大家伙对你的看法就老是有这么一丝丝的不舒服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这个门户 一旦要拜师 磕头认识了 一定要尊重这个行业 尊重这个行业的规矩 也就是说 像什么孤名钓鱼啊 拉大骑坐虎皮 自己给自己 老师的东西包装成自己的 这个行为是不能做的 也就是说 规矩矩矩到哪去是跟老师学的 一定把老师摆到前面 所以说呢 每次讲课之前 要把自己的师成呢 还是按传统的规矩来跟大家伙交对一下 上面头一张的照片呢 是我的老师过夫后先生 这张照片是他九十岁时候照的 这个经历 所以说很多人看上去 根本老先生 那个身体那就棒 所以说 他从 刚才 这个李德印老师 讲的 他年轻时 少儿时 是得过三期肺病 是吐血 从那以后 跟李玉林先生学习的台积拳 这一生当中 我问过老师 都没尖断过 我问他 那在运动期间 在这个文革期间 不允许练了 你还能练吗 他说 在不允许练的时候 那边怕别人反映 在屋里练 对过楼外 可能看得见呢 每到周六 周日休息的时候 得骑正车 骑到 四五十分钟以外 到郊区有庄稼地的地方 到庄稼地里头 找一个空场地方 外面没有人看得见 在里头也得偷着练 他说 因为这台积拳救了我的命 我一直在练他 我要不练他 我就不舒服 所以说 他这一生当中都没尖定 都没尖断过锻炼台积拳 底下这张照片呢 是他九十五岁的时候 这是我回国过春节的时候 到老师家里头去看老师 给老师拜年 跟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老师九十五岁的时候 底下一个分角动作的 那个非常健壮的这个前辈 就是李玉林前辈 也就是说 李德印前辈提的是 他的爷爷 中国的大武术家 下面这张照片呢 这几张照片都是老师给我的 我临出国的时候 老师给我叠的这么一个小红包 拿一个新缝给我装着 拿一个红纸给我包着这几张照片 他说得了 以后呢 你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回来了 自己留着吧 想老师的时候呢 看看老师 老师的传承 跟谁学的 都在这一摞照片里头了 刚才说上面有一个照片 一个老先生在打八卦掌 后面站着好几个 好几个学生 这个老师就是我们24世太极拳的 创编制笔者李天际老师 后面第二个呢 就是李德燕前辈 你看那这儿还年轻 多年轻啊 旁边就是我的老师 郭福厚先生 旁边的那个女的呢 是李天际老师的姑娘李德芳 还有旁边这个站着那位是李德芳的爱人 这几个呢 我认识其余几个呢 听李辉老师讲过 我就没有印象 也没有也不认识 也没见过面 所以说呢 这张照片呢 一直给我保存了这么长时间 底下那张照片呢 是李德燕的父亲 也就是李辉老师的爷爷 跟他的叔爷李天际老师两个人在推手演练 在底下这张呢 是孙俊云老师给我的照片 这张照片呢 在孙老师的家里头 客厅上面正中的位置挂着 他特别喜欢这张照片 给我照片的时候就说 行了 把这张照片做个纪念吧 他就提德印呢 现在中国太极权能发展到现在 是跟德印分不开的 他对太极权的事业是有贡献的 几代人都在推广太极权 都在研究太极权 真是功不可没 这是孙建云老师对李德印前辈的评价 老师呢 也非常爱李德印老师 李德印老师呢 也非常尊重孙建云老师 关系都非常好 底下这张照片呢 是我的师妹 李辉 李辉老师 是李德印老师的女儿 她在伦敦呢 已经有25年教科的历史 现在是英国最大的太极权传授基地 最可惜的是就在这回疫情期间还得到英国政府的嘉奖 下面这个是李辉老师的一个网课的课程 我们呢 现在正是太极权生意成功 我们全世界的太极权的人都在做广大的推广活动 如果有国外的想学权的朋友 想学权的学生 我们要是没有时间教呢 就可以推荐的给他这个网课 到这网课里头呢 他是全英文教学 所以说国外的学生呢 都特别喜欢 现在很多学生都是 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嘛 没有直接教课的条件了 都是在网课上学 也非常方便 所以说我们老师们 把这个网课教程呢 课程呢 把它收藏起来 如果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朋友 西方的学生们 喜欢学凯极权的 我们没时间教 就可以推荐给他 好吧 谢谢大家 介绍完试诚了 因为教权练权嘛 喜欢练 就特别尊重这个方面的事情 现在呢 是做中医这个行业 下面呢 我把我们家的传承呢 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里头呢 是我的个人介绍 没写的太多 有好多以前的挂弦的职务 就没必要写了 后来写这个简历的时候 说问我写什么 我说上面把自己的工作单位写上 自己的工作单位 也就是说能有收入的 换言之给工资的地方写上 实实在在的 这都是发工资的工作单位 下面呢 几个协会呢 应该说都是我们 就会费来资助学会发展的 底下是花钱的 很简单 上面是发工资 养家糊口 下面呢 是为了大家伙 共同学习传承 是花钱的单位 也就是说有赚钱的 有花钱的 咱写上 别的虚险 也不花钱 也不挣钱的 那就不写了 太多了 这个也没必要 跟大家伙呢 上面有我的个人简介 就不说了 大家伙看一下 我呢 是我们姓林瑜伽 第十三代传人 从我们老祖 于大鹏 立祖开始 到我这代是第十三代 也可能是巧合 到我们这一辈份 家家有家谱 那一定是有字 到我们这个瑜 到我们这家字底下 家谱上就没有字了 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 咱也不了解 就是抓家谱的传承 可是你说是巧合 你说是命运 到我们家 就说我们这一阵 到我爸爸 我们哥四个 我是最小的一个 到我们家哥四个 生的都是女儿 就没有男孩 所以说你说是巧合 你说是命运 还是老祖先这么安排 这个现在难以言表 不了解 就是说 我们到我们这一代 哥四个都是女儿 那你也得传 那不传怎么办呢 对吧 到我们这 第十三代了 不传 你是这个传承 是一个责任问题 不是你想交 不想交的事 这到你这一代 你不交 到你这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到你这就切断了 就断了 跟了断了 线了 这你没法 你会对祖先 你这没法交对 所以说一定想办法 也得传承 正好有这么机会 到国外来了 我的女儿呢 我也非常喜欢她 我特别爱她 现在好 也 还是我给传承下来了 还是做我们中医 这个行业 在英国的格拉斯哥 做的也特别好 她的病人呢 都特别喜欢她 我呢 把她那个 自己的诊所呢 发上来一下 大伙看一下 她自己弄得 非常的好看 中国的元素 非常浓郁 这儿当地的西人 哎呀 完了都不愿意走 都得愿意坐会儿啊 喝会儿过中国茶呀 跟她聊聊天啊 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处得非常好 上面呢 是我跟女儿的照片 这开会呢 是到我们 南中医校友会 在曼城开 国际中医交流大会的时候 跟我一起去 到那开会 找两张照片 底下呢 是她的自己诊所的照片 挺好 非常的 刚才说中国的元素 非常的浓郁 自己经营的非常好 现在呢 这一间诊所太挤了 她就说病人不舒服 屋里小 自己呢 把对棍呢 又搞了一套房下来 又装出来 又花了很多钱来装修 大家伙呢 就能多躺一会儿 多待一会儿 大家伙喜欢 让他们多待一待 哎呀 她的病人非常喜欢 她的诊所 也非常喜欢 她 她跟病人在一起交流的 非常非常的亲切 哎呀 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那我们家的传承 就传承完了 那我的任务 不就完成了吗 这个呢 嗯 想自己这么多年的压力呢 也解决了 她解决完了 我有个小外孙 今年刚好六岁 跟我关系特别好 就愿意跟我一块玩 完了之后呢 慢慢慢慢引导她呀 交给她呀 带她玩啊 也就是说 我把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东西 我爸爸不管 我爸爸不教 我爸爸一辈子没教徒弟 也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文革过来的人 自己可能有害怕呀 有思想压力呀 就是就非常古怪 嗯 一个徒弟没教 所以说呢 嗯 妈妈教 妈妈从小就教啊 嗯 各个方面都是引导啊 还是爸爸到后来我找老师 他各方面在里头 现在说他是有方法的 他不直接跟你交锋 叫你怎么学怎么学 跟现在家长一样 怎么拍桌打板凳 你这个给我学 你这个这怎么怎么着 没有 我爸爸从来不管 可是他暗地里头 老给你使劲 前面老给你摆好路 你就不知不觉的 就顺着那条路就下去了 那这就没想到以后 会做别的 就知道这个行业 以后早晚得吃这碗饭 就得做这个行业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现在呢年龄大了就懂了 哦 还是老人在其中 在在引导着做这个事情 现在我的小外孙呢 从三岁时候就跟我练功 跟我玩 引导他 现在呢 扎针 有的我回去以后 他就每回等我回去 因为在布鲁塞尔这门 每个月得回去一周 到英国那门的公司啊 各个方面的得巡视 还有也有会诊的病人 大家伙都得看 所以说呢 来回坐飞机呢挺忙 小外孙呢 就是每回都说 爷爷回来了 我给你还得还得给你扎针 扎温针 你休息一会睡一觉 会特别好 每回回去都要给我扎针 我呢 有两个小照片 我给传上来 大伙看一下 我就非常喜欢 我一想了 我就看看他 这个呢 小照片就是我的小外孙 挺好的 孩子特别好玩 带着他练功啊 有没有我在院里练功 天涼了 有时候在屋里练 他跟我后头 就是随便玩 也不要管他 他跟你比 或你想要规矩 他不就坏了吧 让他随意的玩 跟你他玩的开心就够了 那小时三岁的时候 他就跟我玩 哎 我跟爷爷玩扎针 我爷爷当病人 我当大夫 我给爷爷玩扎针 一点一点的 就扎扎上了 你看后来这个 就是头几个月吧 头吗 头几个月 我给他照的 就说这一阵得扎针 那他收神呢 那个神医啊 那个感觉手底下 你看他的露在那 你不看他的手底下 那个劲儿 那个感觉 都要扎完了 还是这个 他要收神 要得气 他又会调气了 那你效果就出来了 每回扎完了 我就能睡一觉 特别舒服 还是把小孩思想 不砸念呢 他不跟大人扎针似的 想着想着 他完全是专一的 特别好 上面那几个小徒呢 是他练针的时候 还是刚才说 这是我小时 我妈妈教我练的 弄一把黑芝麻 撒白纸上就给一个针 家里的针友啊 八八八八八 那那都是白针 小细针 完了之后把那黑芝麻 一扎扎扎扎 扎五六个能插一串 就说练那扎针的准度啊 练眼呢 小时候 有时候我扎的是 扎的是冬果 在这个地方买冬果不好买 习惯的好扎 冬果不好扎 冬果那皮呢 是扎人的 你还不能猫他那个 冬果那皮有毛啊 他猫完了扎手 就得拿这个针 调着气网里扎 西瓜还好扎 也好 西瓜有纹路 他自己看着纹路 自己玩啊 有趣味 也就是说 把这个收神就练出来了 这几张照片呢 我特别喜欢 喜欢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家传到我这十三代 底下没有字 不给家传的没字了 可是我呢 又把我的女儿交出来了 他现在还在经营 换言之是吃这个晚饭 继承家里的 这个这个传统行业 小外孙呢 现在也学会扎针了 以后呢 由他自己也不能说 咱就非得让他干哪个行当 那大了由他自己 喜欢呢 就做 对吧 喜欢做什么行业呢 让他干他自己高兴的 多一门手艺呢 也也是好事 这个呢 看小外孙扎针 我的心里头就特别踏实了 我就知道 我的这个传承的任务 到我这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我的思想压力也没了 要不以前老是有思想压力 现在呢 后代人有继承的了 那就 我在这个传承家里头 传承这块呢 我也完成任务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吧 谢谢老师的鼓励啊 还是挺好 我一看见自己的女儿的诊所 我每回要回来 那边没有疫情的时候 回来我都要去一趟 看看她里头的各个方面呢 还是做家长的 老是不放心 实际上孩子特别优秀了 有时我去的时候 那病人们就说 哎呀 刀割的鱼来了 今天正好 我看见姑娘在这了 我让姑娘给我扎 好吗 人家 欺人特别尊重 就怕咱 找你扎针回来 姑娘来了 找姑娘扎 心里不舒服 实际上她哪知道啊 我是高兴的呀 那姑娘她喜欢的 我心里多踏实啊 所以说每回去看看 屋里的死角 卫生 各个方面里头摆设 有时到那还是想看看 到了以后呢 每回去呢 都是非常放松的回来 看她跟病人交流啊 跟病人扎针啊 跟病人的感觉啊 还是 一个是现代的孩子 在16岁到的英国 那么多年 有小孩也好学 她特别快的就进入 这个英国人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员工都是英国人嘛 我们的员工的前台呀 各个方面的经理 也都是英国人 她在我们公司里培训的时候 就跟英国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所以说就是特别融入西人的生活 跟人家贴切呀 体贴呀 观照啊 真是无微不至 病人都特别喜欢她 那我们也会看了 心里头就特别的舒服 上面发的这几个练拳的照片呢 就是给大家对照一下 上面呢 那个黄背景的照片呢 是在我们中职中会长的私人会所 全欧洲传统文化联合会里头拍摄的 还挺好 感觉呀 意境啊 那个味道啊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 让大家好看看 前面第二个路的这个呢 路的不是很好 人有点小 可是呢 我一想也把它发上来吧 因为呢 这个录像 你要想让看得仔细呢 一个是正面的 应该让大伙看得清楚 一个是侧面的 侧面的 看的呢 就是看个角度不一样 应该呢 还有一个上面的 你要有专业摄影棚能 这一个动作 有三面能摄 你说咱自己 答应这条件了 就是分着录呗 完了之后 只能录一个正面的 一个侧面的 对面呢 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 这个大伙就能观察了 录的这个 这个正面的 这个侧面的呢 仍有点小 仍有点小 也没关系 就别看里头 具体细腻的变化了 看看他的身形 腿法 尤其耶马分钟 各个步伐 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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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吧 就这么比较一下 对学习 还是有用的 录这个的时候呢 哎呀 挺挺费劲 那天是零下 五度 你没有感觉到 零下五度有多凉 可是你穿着棉袄 穿着大衣 到那一路 那个 这是欧盟的总部 布鲁塞尔 这是在比利时 非常有特色的 代表性的建筑 叫五十连宫 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 在这路完之后呢 你这 那都是空旷的地儿 把大衣一拖 等于我穿一个书衣 哇天 一下就凉透了 凉好啊 你这 连工咔嚓一下 那气一合上 那劲有了 可是呢 身上动作就硬啊 天凉 你这合着气打拳 你就不放松了 不放松还好 还 这天一凉 就看不住 不放松来了 那脚底下 那底下冻的都是冰 也能看得见 那都是白雪 那雪都不发 那雪不发 它底下有水的地儿 它就是冰了 我站在那草地上 那草地还软 底下冻的薄薄的冰 你踩完了是个坑 你当过去的时候 你再回来 你这个二十四拳 你不就来回打吗 这四招 完了之后 你经济独立的时候 你站半拉坑 外半拉坑 里你站不住啊 所以说你打拳的时候 一边打着拳 上面那个神医还得灌 底下吧 你拿脚还得猫石楼 所以说这底下 有时的脚在里头猫 上面打着拳 底下在底下 拿脚踩平了 站起来 那个动作 不是二十四拳里的啊 要不是我玩相以后 我们老师给动坏了 录像老师说 你这好真是 我独知人人不知我 你上面打着拳 底下脚在活动着 还在把地给蹚平了 所以说脚底下 有点碎的动作呢 那不在其内啊 那不是特意的 就是为了 把脚底下踩平了 下一个动作好站住了 你滑足溜的站不稳 你分脚 蹬脚 你站不稳 你那动作没法练呢 所以说呢 大家伙看看步法 看看形式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两个对比一下呢 就更清晰一些 为了更好的大家伙锻炼吧 好吧 第一次讲的呢 是进入台极拳的境界 单天诚实 我们拳的核心内容 第二次讲课呢 讲的是主要 讲的是两种腿法 第一路 一个是野马分钟 老西奥部的太极装 太极腿 一个是这个白鹤亮翅 跟手会提拔的须部装 第三天呢 就讲的前半部的拳 以彭吕脊恩跟云首 就算是一起吧 今天呢 我把后面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第四期 我就把所有的东西 都发上来了 每一个视频里头 应该说都讲解的 主要的部分 下面呢 我把这个后 从云首以后 高碳码一直到收视 各个动作的经络走向 和各个动作的治疗的 主要病症的分析 说明 我现在呢 把它发上来 大家伙呢 对照一下 要是讲 一点点讲 今天因为最后一节课 这么多东西 我就考虑是肯定没时间讲了 讲一点这个基础的知识 讲一点门理的规矩 这个东西呢 一会儿这几个动作呢 我会简单的 简重要的给大家讲一讲 我把那个每个图里都说的 应该说还能 我都看了 说的还能算 大伙能理解 下面我把这个 这个经络的走向 跟治病的方法 跟治什么病症 这个这个文字的东西 也发上来 大家伙对照一下 一个动作 一个说明 一个动作 一个说明 能对照得上 我把这文字的东西 发上来了 大家伙呢 可以看一看 如果有前几期 没看到的老师们呢 可以到YouTube上去查 在此呢 我也郑重的向我们网络宣传的专家 王顺昌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 每一集都若干个小时 做一集传到YouTube上面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 让更好的大家来观看 非常辛苦的 把头两集都做完了 现在第三集呢 也即将完成了 今天讲的是第四集 有需要查看的老师呢 就到YouTube里头 查一周一台集就可以 直接的能查得出来 在此呢 表示对王顺昌老师的 衷心的感谢 道一上天辛苦了 谢谢您 好那下面呢 咱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几个动作的要领 这几个动作肯定得开快车了 一集说一天行 这么多集 就上一集我说完了 我就感觉到 就是在 跟大家伙先说说吧 说完了 大家伙先听听 等以后练拳的时候呢 一点点往里对应 自己按照这个东西的要求呢 自己再练就可以了 初学呢 跟这个练呢 是有困难的 好吧 应该说在节前吧 现在已经安排好了 正在筹备当中 请我们 太极拳前辈 李德印老师的女儿 我的师妹 李辉老师 在我们这一周一太极里头呢 继续给大家讲 二十四式太极拳的分解动作 从第一个式的起式开始 从零开始教大家 好吧 我们大家伙期待着 李老师的二十四式太极拳的教课 咱说这个高碳码 这高碳码呢 比一些虚部装是一样的 叫虚部也罢 叫三七式也罢 这个呢 无非重要 你要二八腿 也就站二八 你知道是三七腿 知道二八腿 当你懂了 你站到脊都无所谓 就怕你不知道 你站这儿 你不知道应该是脊路的劲 这永远是糊涂的 所以说 你知道什么叫三七 什么叫二八 当你懂了 你可以按二十四式 也可以按传统阳式 这个你自己掌握 你喜欢练哪个功夫 那你自己就练 想杀杀功 有练功的方法 想表演 有表演的方法 就是我想动一动 就肢体运动了 有肢体运动的方法 根据个人的需要 练自己的拳 那天不说吗 一人一胎脊 也不能追求 我教的学生 Save跟我一样 我学完了 跟我老师是一模一样 这个都不科学 所谓的科学 就是一人一样 根据你的身高 根据你的体重 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身体素质 练出拳来 你舒服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跟别人看 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跟你看起 所以说 这个就跟我们中医一样 一定是辩证论治 多好的配方 你经方也罢 什么组 什么方也罢 你不辩证论治 他就不准 每一个人一个方法 这个方的这个基础 根据病人不同的状况 舍苔脉相 根据不同的表象 再查出来他哪儿主证 监证哪儿有问题 根据这个思路 那个要是天天检检 我们教课也是一样 根据病人 你根据学员 不同的身体状况 要教不同的课程 所以说每个学员都能接受了 这就是郝老师 咱接着说这个高塔玛 高塔玛那个虚部呢 刚才说了 站起都没关系 最主要的虚部 你得站住了 最后你最后的脚底下那个步伐 踩脚底的反弹力 通过你的 还是 园于足根 种之一气 主在于要通于肩 大于必行于手指 最后把你肩 一定要送出去 这是一定要盯住的 你肩送不出去 气断不到长根 你的劳工气都不足 你的劳工气不足 你的神经末梢 就达不到健康的运转 当然说动比不动强 可是每动一次 就要达到一次的效果 这就是认真练拳 就是说这腰一定要等着这胳膊推的 这才能用 最后的合力 什么叫合 两个腿的力 通过腰的主宰 根据底下这个胳膊 防守的这个胳膊 一转腰把底下这胳膊 这劲儿就二送力 把这胳膊通过腰通过肩 也转到这个前面 这用的这手上来 这就叫 专注一方 太极拳的口诀力 要专注一方 不管哪的劲儿 最后都用到这个点上 这是必须的 用不到这个点上 这也卸点 那得卸点 这就叫散 散乱 你那劲儿就用不上 太极拳就不专一 所以说咱说太极拳 就按太极拳的 理法标准来说 高探马完了呢 是 这个分脚 完了双方观耳 这个要注意的 手脚一定要合 手脚慢慢拿起来 这腿一定要站稳 先把这主腿站稳 说第一个吧 先把右腿站稳 把右腿站稳了以后 你感觉到 全脚掌着地了 你的重心连腰胯的 就完全作用于脚上 跟低是垂直的了 就跟树一样 完全入地了 你上面就不逛了 慢慢慢慢的 把手脚用腰胯带起来 搁着搁着 伸手穿掌的同时 脚不要往前迈 一定要注意 好多人看学生打拳 一打拳那脚 他就为了势子低往前迈 往前一迈的时候 这就叫怪性 当我们一个腿站着的时候 慢慢慢慢往下沉 把脚后跟放到地上 就跟太极装是一样的 太极腿是一样的 慢慢慢慢倒中 这个过程是稳重的 如果你这一条腿站着 往前伸着一斜 往前一迈 在你伸着一斜 往前一迈 脚没落地的 这一瞬间 是任何力量 你都抵挡不住 来点什么劲 都把你碰一跟头 所以说这一阵 不符合沉稳的标准 一定要站住了 用脚慢慢地往下落 落的时候 那个劲才能过去 那个劲过去的时候 有时跟老师们一块研究 就说教学生就说 这个劲呢 就是往下沉 推出去的劲 什么劲呢 当你这个落腿 往下沉的时候 这个劲 我老给他们比喻 就是说你看那个 因为练全是老得用心 看完以后 你真的懂了这劲 你真的懂了 你就明白了 你看那个 拉 看过拉煤球的车 也看过拉沙子的车 拉土的车都看过 拉煤球的车 往下一道 一扬内斗的时候 哗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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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那球是飘的 是轻的 它一扬顺的劲都往外跑 可是 你看那个盖房时 拉那沙子的车 它那扬内斗 呼噜它是往地下沉的 这就是太极拳 往地下一沉 从底下往外流出去那个沙子 这就是太极拳的沉的劲 那沙子车一往地下 它一端那斗 那沙子往地下一倒 它那堆往上也得堆 那尖往下流 它往下流是顺着沉的往下流 绝对不会往外鼓入的 没穷是往外跑 这沙子是往下沉 练的就是这个劲 也就是说 这个腿主腿站好了 那个腹腿往下沉迈好了 站着慢慢慢慢移过来 又沉又稳 把你的重心留在这个腿上 站好以后再分这脚 那你就是稳当的了 分脚高矮不是主要的 这个脚 现在一般的 要按这脚的按照理法要求 就跟我们跨一边平就行了 跟跨一边平 这个也就是 就是这叫撩阴脚啊 这个腿法 所以说呢 就到跨一边高度 这个就够用的了 现在特意表演 把这个脚抬到跟脖子那么高 那就是为表演 就是为了 就这个朱白了 这个这个这个表示自己的筋腿好 表演好看 股掌 玩嘛 所以说要理法呢 你要这么高 再下来是没有时间再下来 你踢那么高 你没有时间下来 那你就躺下了 这是不符合理法要求 可是我们现在是锻炼 是健康 把筋腿撑开了 都说筋肠一寸 瘦活 瘦价十年 筋腿长了 筋骨好了 那就长瘦了 现在你练好筋腿 我们练的是健康啊 所以说那么的锻炼 现在来讲就是正确的 底下的呢 你要踢不了这么高 那你就踢胆一点 踢到膝盖这么高 也够用的了 就可以了 那天我说了一回 孙建云老师 到后来八十多岁 打孙世拳的时候 拳里有一双百连 双百连怎么连打都知道 啪啪 一抡一拿腰 扣好了脚 转好了这个铭绳 一抬脚 一反弹的脚 一抡过来 这俩都从这边俩 手找脚 脚找手 啪啪 两下 这叫双百连 老师打双百连 这一抬腿 就拍在大腿上 啪啪 那个点 那个时间是一样的 可是不拍脚了 八十多岁还拍脚吗 所以说 根据自己年龄 没有什么规定 也没有什么 什么家的权 谁就属谁的 这不是 你一定按照 你的年龄 按照你的身体状况 来打你自己的拳 这就是千真万确的 完了之后 把脚放下 开始双方贯耳 我在路上 录像上特别特别 着重的收得清楚 讲的这个 双方贯耳呢 一般的打都是 俩胳背往里头抡 俩胳背抡 他就没有腰带四肢 腰背主宰 就违背太极拳了 太极拳理论是腰带四肢 俩胳背 左手你能抡 右手你能抡 俩胳背一块抡 那你是往右抡 你是往左抡 所以说 左右没有抡的劲 怎么办 那就有 要想打出腰筋来 一定站好步 那两个手 跟太阳穴一边高 为什么跟太阳穴一边高呢 个高也 你手就高 个挨挨挨挨挨挨 他要求的 练拳 按自己的标准 来衡量别人 这个动作呢 就两个手呢 就是跟对方的太阳穴一样高 那没有对方怎么办 就拿自己的尺盘臂 就是说这个动作 是这个用意 当你有劲 用劲怎么用 是从对 还是原于足根 足在于 要通于肩 打一臂 行人手指 最后到这个全眼这儿 往前挤 您看这个顶牛 那个牛 顶牛那个牛劲有多大 也就是说 用那顶牛 顶牛那个劲 往前推这个劲 这只双方的 就按照才能用上去 如果脸根 打那拳是飘的 翻过身来 分脚跟那分脚是一样 刚才是高低的问题 稳重的问题 已经讲过了 你下市的时候 扣脚摆好了 下市的时候 这点下市一定是有要求 有好多老师不理解 就直接就下去了 直接下去了 里头就是下 起就是起 这就跟太极拳的含义 就不吻合了 刚才说了太极拳 什么叫太极 太极是阴阳混一的 不是阴完了阳 阳完了是阴 这不是 阴 太极于是阴阳合一 混为一体在 当你望下下市 望下沉的时候 那头顶一定是顶头悬 一定是顶着的 有一半下的市 还有一半上的义 也就是说 有下市 有上的义 合而为一 这个是应该太极拳的下市 当你望上钻的时候 起是下来 按手钻嘛 钻的时候 用着食指领着起来 一腿站好 当你起的时候 你还有沉的义 也就是说 你望上走 一定要有沉的义 要望下走 一定要有顶的义 这就叫义 哎呀这时间 这么快就过去了 那行 那就 一会儿加饭就完了吧 还有这一点 那就说完了 把它说完了 耽误一点 耽误一点 就说这个义 有的老师呢 以前老问 这个意念是不是假的 意念不就是空的吗 这个意念呢 就是我们心里想的 太极拳以义当心 以前呢 人不理解 没练进来都不了解 练进来以后 你就知道 有时我给 以前在国内讲课的时候 跟学生们就讲 说意念 这意什么是意 什么是念 对吧 我们中国 讲究文字 我们中国的文字 非常非常的科学 非常非常的鲜明 它每个字 都是有深刻的含义的 我们意念的意 怎么写 上面是一个音乐的音 底下是一个心 也就是说 用我们自己的心声 我们自己能听到的东西 能感觉出来的东西 用心里头发出来内在的声音 这就叫意 意不是空的 你心里头是有拍节的 那我们就是说 现在的歌唱家也罢 舞蹈家也罢 不管哪个行业 它里头这种心的节律 我们叫心版 一二三四 这叫拍节 这简单说 按心里的节律 叫心版 这个心版 是跟我们宇宙的 拍节是一致的 那宇宙是什么拍节呢 那我们宇宙的拍节 是用海水来定格的 也就是说 我们潮溪潮落 海水推动的那个时间 推动的拍节 跟我们心跳的拍节 是一个节律上 这就叫天人合一 我们心里头是有心律的 是有拍节的 实际上我们的意 是我们自己考虑出来 我们想到 我们能听得到 能感觉到的东西 这个叫意 那念呢 念上面是一个今天的经 底下是一个心 就念 也就是说 今天在当下 我心里感觉的声音 也就是说 不是假的 不是空想来的 尤其是太极拳 每一个动作是射出 根据权力权法设定的 根据设定的 你想象对方这个动作来了 我怎么跟他来 搅斗也罢 跟他来游戏也罢 跟他来玩耍也罢 练到上层了 你就是跟他在玩 叫老手戏丸童 你跟他在一起耍 他跟你玩 这俩人打出来 就有神意了 神意 说的不就是意吗 意念的意 有神了 你有意了 脑子里有了 眼里头一定带出来 我们没看过 我们都看见过 这如猫扑鼠 那个神意是什么 那天我发了一个 我们没看过 我们都看见过 这如猫扑鼠 那个神意是什么 那天我发了一个 李玉林前辈的 彭丽吉恩的恩 那个照片你看看 我特别喜欢 还有那天 咱发上来 群里老师发上来的 这个董虎岭的那个拳 董虎岭他的父亲 董英杰 那是杨成普的高徒 董虎岭在东南亚 在新加坡 哎呀 比方可了不得 那个拳拿出来 如猫扑鼠 麦肚丝猫行 神意守法 那个腿 那个柿子 那真是功夫 你会练拳的人 一看这个拳 你就知道 哇 这才是功夫 所以说 练功夫的人 就喜欢追求功夫 看哪个好就得练 这就是去练 刚才说了 这个意念不是假的 是自己的心声 是发生在当下 现在的心声 这就叫意念 用我们的意念 来指挥我们的肢体动作 才配合我们的 开合呼吸 呼吸法 这就叫太极拳运动原理 所以说 为什么它养生 为什么它健康 太极拳的节律 是跟大自然的节律 混为一体 也就是说 天地人合一 天地人 三才合一 这左右下势完了呢 是玉女穿梭的动作 玉女穿梭的动作呢 在八卦掌里头 叫挑花掌 一搭对方的手腕 钻进去 把身子吃到 对方的腋下 一掌腰 那人就自己就翻出去 这是八卦掌的手法 太极拳呢 这个行翼拳呢 有个炮拳 炮拳的手法 也接近这个 玉女穿梭 也是这个手法 这个 同时架 同时出手 三点合一 所以说这是 太极拳不是 太极拳 身法是要往里头走 可是呢 他要求是 沾着对方 随着对方的进退 对方走了以后 他随着对方 进去以后 才能猫上这个劲 所以说太极拳呢 跟别的拳法 都不一样 不是用力的 是粘连连随 听着对方 对方一旦失重了 就给他补点 对方一定 一出现丢边顶抗 出现毛病 出现问题了 就给他补点 一定是等待时机的 所以说太极拳的心态 是沉 是稳 是等待 听着对方 跟着对方的走向走 还是这个 我独知人 人不知我 来找对方的缺陷 来找对方的疲漏 一旦对方出现疲漏了 我意在彼先 所以说 他一出现疲漏之后 你就无漏一下的 这个劲儿就 他有出现缝隙了 就如水一样 一下子滚到这个缝隙里头 那个劲儿是抵挡不了的 台积拳里头最有趣味 下面的动作呢 是闪通背 闪通背呢 有叫躲闪的闪的 我查过资料 有叫扇子的扇的 躲闪的闪呢 应该说是 按这个动作来讲 你躲闪 站连间随你 你怎么走 离开吗 你站连间随离不开呀 所以说你 你闪展同挪 你就跑不了 所以说 要在这个动作当中 讲那个扇子的扇 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扇子的扇呢 我们用的那个折扇 那个竹子 那个鼓的那个折扇 啪一合上 是一个棍 一打开 就那形状 这个都是我们中国的扇子嘛 那是一个中国的特色 特别代表中国的一个特色的 那么一个物件吧 它那个扇呢 是两头开的 这扇通背的动作 跟它是一个寓意 到底些沉下去 仰之则尼高 腐之则尼低 它往下引 你还往下走 还往下走 什么是空了 它没有劲了 你用食指往前领 空 钻 你好起来 它有劲你起不来呀 它没劲你好起呀 它一拳准没有劲啊 把它领起来以后 空了它 手背跌过来 它还打你往外领 打你的手 变成了踩的动作 这个副手呢 就顺着它胳膊 就搁到它的腋下了 当它你搁到它腋下 它感觉到危机了 那腋下的急拳血 软肋都在哪儿 它知道你的手过来 就危险了 它就要退 它退的时候 你俩顺着进去 这俩手一块给上 它一退你给 你不用使劲 就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对过就站不住了 所以说这扇通背 非常的好 一定用词面上来理解它 用好了 自己猫猫手了解的 这个劲儿 打出来是特别美的 转身搬蓝锤 转身搬蓝锤呢 有的就为了容易讲课的时候 讲二十四只太极拳 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简化嘛 就不要那么麻烦 就直接搬 转身搬 搬完了蓝 好记 锤 这个动作就记住了 所以说呢 转身搬蓝锤呢 是非常好记的 你要是按照太极拳 内功的心法要求呢 太极拳不能打人 所以说这个劲儿呢 就不搬的时候 是对方猫着你的肘 猫着你的手 你一转腰 把这手就 就把它搬 搬开的搬嘛 对吧 把这东西搬哪去 搬旁边去 也就是说他打上你了 你给他搬开 你这一转腰 他自己顺着你的胳臂边 一顺着自己就穿出去了 就把它搬开了 不用你搬 他自己就搬开了 你搬着他就开了 所以说这搬着 是应该说 从内加权的理解 就这么理解 是更贴气一些 还是这个 你考虑对方 不能考虑对方 就是不会练的 他是个高手 你搬开他了 他顺那肘 要进到你的窝心肘 还奔你的肘来 他那肘奔你的心口来了 还奔你的 他还有 他没完呢 那你奔你的心口来 你这一手过来 推住他的肘了 把他的肘划开了 搁到外头去了 他要使靠 你想你搬他肘了 你把头 把头则尾硬 把尾则射头硬 把中间手尾相应 这是太云权口诀 所以说你猫他的肘了 他肘支出去了 他那尖一定要进来 尖进来之后 你别等他肩进来 这个锤 你这手就搁他软肋上 顶着他了 他一进来 你不用使劲 他那软肋就撞你手上了 他那软肋撞你拳上了 他就得不舒服 他就不能进了 所以说这就是破解他 断断锤 蓝底下锤 偷偷地给他进去 他如果退的话 就顺着望连 还是这个 走走走 等他走到悬崖边上的 如猫扑鼠 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你跟他在深渊旁边了 他到深渊旁边了 你就慢慢地给他点劲 你就破坏他了 就让他施重得快一些 这就是太极拳 翻来锤完了以后 如风似臂 如风似臂 我看有的老师 一边打着一边退 这还是这个 要从权力权乏 你就找个推手的事实 你就知道了 你在防守的时候 你往里头退 你看什么结果 你没后腿 没站好 没分好 没做好准备 你就往里退 不打无准备之仗 你没有准备 你再退 你在背的条件下 背动的条件下 你还没忙活完呢 你就想跑 那你对方 有机可撑了 所以说不能走 一定时刻准备着 把他分开 跟对方走 接触以后 你把腿都预备好了 最后他往前进的时候 你往你后腿上坐 把他的劲 通过你的劲 压到你的后腿上 也就是说 把他那劲 别糟劲 把他那劲 通过你的胳膊 进到你的后腿 这一阵 刚才说了 引进落空 何几处 刚才说了 引进落空 何几处 他空了 他要吃中了 你往前攻腿 这个就可以了 顺着他的劲 他往后撤 他往后跑 你不就顺着去了吗 所以说这个 如风四壁的手法 是应该这么研究 这么打 你的心意这么打 才算 才应该说是符合太极拳的要点 如风四壁完了之后呢 是后面是十字手 开始收拾 打出去 开始扣脚 扣手 往外分 分的这动作呢 太极拳也非常好玩 这个呢 孙世太极拳呢 是这个分的动作 分的动作 在孙世拳里头 叫野马分踪 这个动作特别好 有的是碰上了以后 这个劲儿特别好玩 八卦掌呢 也有转腰的这个动作 八卦掌这个动作呢 他就打人如草草 往后一转腰 这人腰用上腰的 就是别人抵抗不住 你天天练 比腰跟轴一样 一转是周身的力量 那个力好大好大的 要光用手是没有力的 太极拳呢 还是这个 我们既然是健康 我们研究的是健康 这个手的收拾呢 有时我跟学生就讲 就把这事放掉 这个动作呢 你就收拾的时候 把呼吸调节好 把身板挺直 头顶着蓝天脚踩的大地 自己把手呢 两个手呢 慢慢慢慢分开 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分到天边 天地交接的地方 回来的时候 抱着一个天地之间的 一个非常有能量的 能量球抱起来 抱到你的胸前 抱到你的腹前 慢慢慢慢慢慢地 把它升起来 哇 自己暖暖融融 舒舒服服的 气血循环 神情合一 周身舒畅 这就达到我们练拳的目的了 最后时候是调整呼吸 把呼吸调平和了 自己还是这个 自己的心的节律 感觉到跟那潮起 跟那潮起操作的节律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被融入到自然当中 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动作 跟大自然的产生的共振 天地人合一 这样我们就融入到自然当中 这才能真正达到我们健康的目的 还是这次借太极拳 深移成功这个大好的形式 我们推出了一周一太奇的这个活动 把太极拳 推广出来 让更多的老师们掌握了 我们大家共同推广太极拳 让太极拳 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研究 共同治病 共同健康 来共同推广太极拳 让世间的人 更多的人掌握太极拳的原理 让更多的人 拥抱太极 享受太极 拥抱健康 拥有健康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让我们的国粹太极拳 为世界的文明 为世界人民的健康 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把这个太极拳 粗犷的就讲了一遍 一个是时间的问题 不能慢慢的展开 里头好多东西想表达的 表达不出来 以后吧 现在大家伙呢 很多老师们要求 就说 是不是能更细致的 每一个动作 细致的分解一下 现在呢 我们跟李辉老师 跟王顺昌老师 我们正在研究 怎么做以后的 精品的教程的问题 把每一个动作 细许支支的 慢慢的讲 不急不躁的讲 让大家伙 让老师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 清清楚楚的掌握 学习了 所以说大伙以后就共同的能掌握太极拳的技法了 好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网络专家 王顺昌老师 独次辛苦 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讲座传到了YouTube上面 让大家伙呢 更直观的可以 学习 一查呢 查得到非常方便 感谢王老师 同时也感谢我们张磊女士 为我们这次 讲这个太极拳的内功心法 所有的文字都是他帮助整理的 辛苦了 谢谢你 同时呢 也要感谢我们 中指会长 给我们录这个太极拳 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很多的帮助 谢谢会长 谢谢陈毅女士 更应该感谢 在群里收听我们讲课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胞 各位专家们 感谢你们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研究 共同掌握台极拳 我们共同推广台极拳 让世界更多的人 拥有健康 拥抱台极 好 谢谢大家 发上来一个好玩的视频 这是那天呢 在中指会长的私人会所 欧洲传统文化联合会里头 录 太极拳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在晚上即将结束的时候 陈毅女士呢 高歌一首 哎呀 唱得正进兴 我那阵呢 感觉也好 就站起来了 他是清唱 我呢 是打了一点点台极拳 跟他的歌曲呢 配合到一块 这个拳呢 就不能按照权理权法那么要求了 这就是玩耍 还是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太极拳能提供你一切 你累了的时候 打完可以休息 当你有心事重的时候 用心了 思想负担重了 打完拳了 你可以放松 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需要能量 你打完拳了 可以补充能量 在你高兴的时候 宰歌宰舞的时候 打出一套拳来 是放松什么玩 现在也就是说 打这套拳 可以跟唱歌的节律 你的心理拍节 随上到下 如水覆周行 飘飘荡荡 就打出来这个唱歌的意境 根据歌的意境含义 你那拳随上随嫁 随左随右 打出来 是跟歌也可以和上拍节的 也就是说 太极拳是我们的趣味 能帮助我们生活 帮助我们做事情 帮助我们工作 更主要的是能帮助我们健康 太极拳真好 感谢中会长 感谢陈宇理事 那天 陈经理发过来一个视频 跟我说 预祝群里的各位老师们 新春愉快 牛年大吉 发过来 他们一家人 给大伙拜年的一小视频 下面我把它发上来 祝福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呢 正在筹备 应该在春节前 把李辉老师的二十四世太极拳 一朝一世的 推出来 让大家更好 更细腻的学习 请大家伙期待 现在正是准备当中 什么时候开奖 一定在群里发通知 来通知大家 让我们共同学习 在这个太极拳讲课之前呢 有七堂课 由赵张阳老师呢 给大家 给大家讲的 张温春教授 创编的 养肺复原法 那套功法 讲完以后 得到很多老师的支持 大家伙的热衷 现在呢 有很多老师呢 都跟着张阳老师呢 继续锻炼 我呢 一会儿把这个 咱那个 健肺复原法 锻炼的那个 二维码呢 发上来 大家伙呢 谁要继续跟着炼的话 这个时候正是有时间 增强我们身体素质 那个健肺复原法呢 不光是对 得了新冠的病人 有康复作用 经过我们的实践经验 效果是非常的好 就是没有 没有病症的 老师们 同学们 锻炼完了之后 也是增强肺部的训练 加强身体的机能 来抗击疫情 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下面呢 我把它发上来 有喜欢锻炼 有学习的老师们呢 直接进入就可以 好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群里的各位老师们 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结束了 在此 我预祝所有的老师们 新春快乐 牛年打击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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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感谢观看